大型寶家 誰才是寶家 我們今天棚內 來了一位 一代的武打巨星 他拍了無數的武打片 而且可以說 在全台灣在七八零年代 你應該都記得 一定對這個名字不陌生 而今天這一代宗師 他可以說是把他家裡頭 他覺得很不錯 對他很多回憶的傳家寶 都帶來了包括 那我們就要來幫他來看一看 是不是漸漸都和他的功夫 一樣非常了得呢 讓我們來歡迎我們今天的 一代巨星 魏子瑜魏大俠 我還是寶家 歡迎魏大俠 請 中間請 今天魏大俠一來 剛剛已經先開集粉絲見面會了 我待會兒都已經很懷疑 等一下老師也沒有辦法 非常公正 因為說真的 每一位老師心中 您就是我們的 永遠的大俠 因為你知道嗎 所有當時七八零年代 你那時候開始爆紅 其實就是在華盛 對 在華盛 寶標 五十年了 剛好有嗎 今年就五十年了 對 我沒什麼感覺 我看到你才驚嚇 對 我都快四十了 應該還不到四十吧 聽那個聲音是洪亮 我很好奇 我們來跟大家 我先讓兩位老師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年到底魏大俠多紅 為什麼你們剛剛那麼瘋狂 那個靜宜你有沒有聽過老三台 有啊 就中視華視台視 中視華視台視 對 那它播放的時間是幾點 你知道嗎 是八點檔嗎 中午 中午的話 一點以後就沒有節目了 然後九點以後 大家都去睡覺了 但是八點到九點 是 就是在看這個 我那個時候呢 看什麼呢 保鏢 還有小李飛刀 然後呢 再過來的話 那時候還有流行儲格式 對不對 儲格式 完了之後就這個 所以我們那時候 學校駐校五年喔 五年的時間就看這兩部 儲格式 再過來就是儲格式 你知道嗎 你知道廖老師 我很少看到李老闆 就是這麼露出那種 眼睛裡面都是愛心 然後一直不停地傻笑 真的 所以你今天看到偶像 剛剛我們還沒有開錄 他一直要合照 他有帶兩把小刀來 李老闆 你看到 就見到偶像喔 這個人是最大的這個 憧憬和目標的 大俠中的大俠 這個從小就是以他這個 風範啊 以他的這個行為舉止 來做我們這個人生的典範 真的是今天可以得見 我覺得你說謊 我覺得你說謊 為什麼 因為你要拿他當典範 你的體格應該要跟他一樣瘦啊 沒有 我在努力中 我覺得今天維持得最好 應該去馳老師了啦 馳老師 這老師今天要很公正喔 沒有 我剛剛啊 就學了一個小時候 看到的動作 什麼... 就是把在學校 小學的時候拿那個粉筆 當飛鏢射 對... 你知道嗎 這件事有多嚴重嗎 很嚴重 當時各小學的訓導主任 對 都打電話來抗議 打電話去抗議 對 其實錯 因為小時候那個諸葛四郎 那是我們小時候最喜歡看 還有牛婆婆打幽集 可是你們沒看過 還有劉心青畫的那個機器人 那個就是我們那個年代的漫畫 劉心青還是我小學的美術老師 那個是老一輩的 我們都沒有很熟 所以... 剛剛那個動作 就是當時學留下來 那個姿勢到底是怎麼樣 正宗的 那個是怎麼拋才對 等一下 請問那個筆 你借我一下 來...我們就不用客氣 往那個企劃那裡拋 對 因為 飛不要就這樣飛 對 沒有什麼感覺 是 那要怎麼才帥 李小龍那個時候他有個動作 跟功夫沒有關係 但是他出拳的時候 他有這個動作 那就一個表演 表演吸引一些偶像 對 所以我在想說拿刀 一定要拿一個 特別不一樣的拿刀方法 然後這個等於是瞄準這樣 所以我每次動作一起來 然後你眼神看 對 這種感覺 因為... 演員嘛 你必須要設計一些東西 是... 所以變成小朋友 每個都要這樣拿 飛啊... 我們就是幹這個事 這個動作會聚焦 你看看連那個羅大佑 都把他的童年故事都寫下 出個四郎大戰魔鬼黨 對... 有沒有 對... 真的是很厲害 哭鐵面 笑鐵面 龍銀劍 很... 這個小時候寫得... 對 我是很好奇 你演那麼多武打片 是不是從小自己其實就是 懷抱著這種大俠夢 我跟你講 今天跟你講這個 為什麼會來拍這個武俠 從小我就喜歡看武俠小說 然後我都躲在被窩裡 偷偷地看用手電筒這樣 對 就開始自己 剛好邵氏公司 對不對 在招生 我想拍電影就可以演大俠 所以我就去 考那個 邵氏公司的南國實驗劇團 第六期 我是第六期 一考第一名 開啟新路了 有天分 所以那個時候就開始在裡面訓練 各種各樣 然後開始演出 從保鏢爆紅這樣子 我發現其實今天看您的收場 也滿像大俠家裡會擺的 是 第一件 第一件我們來看一下 把我的學生緊張啦 如果三千的話 我好幹嘛回去他要跪啦 像這樣的北翠 假如要經過那種比較好的師父 精雕 重新修飾過的話 我可以保證 決定 我們都在挑這麼大神 等你來開房 想開房插花摸一把嗎 我們都在挑Jabba大神APP等你 第一件我們來看一下 這件收藏多久了為大家 很久了 我爸爸 爸爸收 那個熙琳就是我爸 熙琳無休 對 是 對 所以我就很久了 那天說要有一些東西 我就是翻一翻 看看行不行 從六十 民國六十年 就一直保存到現在 這邊有寫 是 對 我都沒注意 你保存得還挺好 平常有掛在家裡 還是收捲起來 沒有 都捲起來放在那邊 要不今天大巡寶家還真是 還真是沒有拿出來 跟大家碰碰面 對 這個王庭柱 是 我們到現在 很多人可能搞不清楚 大俠的名氣比較大 但是在 他是台灣 剛開始 我們 中華民國有一個 陸軍官校 黃埔一騎 他是黃埔一騎的 是 然後他很有趣 這個人 他當時去報考的時候 已經報考結束了 結果他糾結了一百多個 來不及去報的人 然後去跟余宥任拜託 那余宥任就送了一對字 給蔣介石 後來就讓他們去考 結果他就考上了 他後來官拜中將 很大的 而且還駐房過金房部 然後他一生應該 受余宥任影響 所以他很喜歡寫字 那這個很有趣就是說 他引用了一個陶具 陶具是什麼 陶淵明 陶淵明 陶淵明的孟二東 是 這首詩 孟二東 陶淵明大家都知道 踩離東 踩離東離下 就是告訴你 幽然見南山 就是說你不要太在意 世俗的一些事情 所以這也是勉勵 勉勵 西林先生的一句 很好的一個詞 那我們知道 這幾年 這最厲害是什麼 因為中國的收藏界 有一個新的風向 就專門去搜 黃埔時期的 降臨的字 跟書雜 發達了 這個 雖然大家覺得這個沒名 沒名氣 但是你去翻開 當時的這些人 都是一號人物 然後中國現在很注意這一塊 他們就是去搜 這個人 他是黃埔的一騎的 尤其是一騎的 我那是最夯的 所以這幾年呢 這樣的東西呢 變成當紅大 炸子機 感覺上來說 雖然您可能放在家裡頭 平常沒有把它拿出來 但今天聽起來 我覺得應該還不錯 因為這個人 他很有個性 真的嗎 他很有個性 他自己對外說 我很倔強 我什麼 大概什麼都不太聊 但是呢 他的字呢 你注意看 很有他的行氣 然後你看 他看起來好像瘦瘦的 可是很有力 你看這個 是 對 我有看一下 他的字 對 比方 這個力道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寫字 對 有功夫的 魏大俠也會寫字 會啊 我書法 對 我以前在學家寫書法 都第一名 你以後 你這個東西 你可以這邊再寫一個 你曾經收藏的一個拔 拔就是你 你說本人 誰誰誰 魏梓芸 寫了一個什麼這樣 那這樣子我想要問一下 魏大俠 您覺得剛剛聽下來 我覺得這一幅 雖然您不知道價值多少 當初是送的嘛 對不對 當初是一個爸爸收到的禮物 心跳瘋瘋 所以您有沒有一個自顧價 您覺得這個可能值多少錢 我們剛剛都說了 這黃埔一騎的 作者寫的 給他一個預估金額 十萬塊 來 廖老師 你怎麼樣 我剛剛看你很想說 第一個 我們要看說它 因為算是比較有年代的古物 那它有沒有精清新美 這四個特點一定要保有 那像這個字呢 它的大小 它的行氣 還有它整個格局來講的話 如果說剛好是在我這個 寫字桌的後面 人家就是文人雅士 在那邊泡茶多好 所以這一幅字就會變成是 大家需求的標準款 是 它就會有比較好的價格 剛剛聽到前面還緊張了一下 後面原來它叫 帶出有比較好的價格 那我們來試試看今天 對 第一件 我們這一幅字畫 到底價值多少 我們請為大小喊個請見價囉 請見價 十二萬 跟你也讀得差不多耶 恭喜 這一幅 因為在中國現在有 我們可以看一張 也是它寫的 這個照片是在拍賣場得到的結果 那價格很接近 那因為這幾年 這個慢慢 你看這一幅 它是七十一年寫的 它也寫個天號地 是 那你看稱你父親是胸 是 這是地 這是它的字 它的行文跟它的寫法很像 很像 那七十一年等於是 它十年後了 十一年後 那重點是在哪裡 就是你這一張 有兩個可以去注意的 第一個就是說 你這個軸啊 這掉了 掉了 可以要換一下 是 然後你放的地方 可能有點潮 所以剛剛廖老師也提到說 要美嘛 那美你這一張 字還沒有問題 因為沒有什麼 這裡面有一點點的那個受潮 可是這可以處理 那重新再裝針 表背一下 對 這個東西應該 價格會越來越好 因為他們對黃埔衣 其實非常喜歡 所以這件東西我建議 強烈建議 稍微再重表一下 因為上面那個也是 可以重表 可以重表 那老師可以幫忙用 重表可以 台灣有很多很厲害的表師傅 可以找他們 不然這個可惜了 不然你介紹給我一個 對 這個上面 這個表了以後 然後這個裡面的一些污漬 稍微處理一下 這一張寫得非常好 那這樣的話 我覺得我們的下一幅 應該更加值錢 來 蔚大俠 來 我們來這邊請 來 您看看 來 我旁邊這裡 好 來 這邊 讚 因為它是我們剛剛開場 還提到的 也是當初寫給爸爸的 是 但是您知道 您知道爸爸 爸爸過去有沒有跟你講過 我認識誰 我認識那一些大師 因為那個時候我在拍戲 我都忙得要命 我附近就心臟開刀 就走了這樣 走得比較突然 對 走得很突然 所以爸爸的收藏 其實他沒有交代 對不對 我就堆在那裡 沒關係 這個節目 幫你做交代 是啊 你今天如果沒來 還不知道原來這裡頭寫什麼 對 對不對 然後也不知道 我現在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字 到底是龍還是匠 匠 匠 山川生雲 我想說龍龍 沒有 天降 結果後來 人家有一個朋友說 這應該是降 降 那個余宥任 余宥任先生大家知道 他是台灣的監察委員 當了三十幾年 對啊 歷史最久的 然後他很喜歡跟人家用字結緣 我們現在市場上看到那個 做包子十八折的那個 知道哪一家嗎 知道 他的字就他提的 而且他原來是賣油的 然後頂太風 後來又改字了 那個字原來是他提的 還有我們每個月 都會收到那個電費 對 上面寫台灣電力公司 那個字也是他寫的 那余宥任他還是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去 新生報參觀 新生報那個字 台灣新生報也是他提的 好多喔 他的筆跡在我們生活裡 然後歷史博物館 也是 還有國家畫廊 那四個字也是他提的 所以他很願意結交 因為他是中國第一個 把草書做成規範的第一人 所以余宥任的字畫 尤其是字 在這幾年 有好幾十億的成交額 都是從台灣過去的 因為他一直到1963年 他最後在台灣留下來 雖然不長 可是他因為他有很多的秘書 在幫他寫 對 我聽說了 就很多秘書士他們幫他寫 那因為他應酬很多 那曾經這個監察院 還有一個說法 這當然是 可能是外界傳說他字很值錢 他曾經說 你們不要隨地大小便 就寫了一個字 他就被改說 凡事要從小處開始 就把那字顛倒以後 就變很值錢了 所以余宥任的字 這個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好 真假 都被秘書寫的 沒有 這個就好問題了 對啊 大家都想知道 因為秘書寫跟余宥老寫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看行器 什麼叫行器 比如說你剛剛提到都說 降還是龍 其實這個天 你看這個地方 它這個天到這個地方 往上勾 那個就有那種飛揚的感覺 可是寫到最後一個雲 你不覺得這整個構圖是呼應的嗎 這個勾這個下 你用立體的感覺去看它 那中國人賞字 這個有很多東西 比如叫飛白 這種地方就飛白 它是有空氣感的 那西方人看不懂 西方人說 你這個不是油畫疊疊疊 那只有一個紫根黑白 有這麼多學問嗎 當然有 你如果遠遠看它 天跟雲是呼應的 然後我們在看余宥任的時候 他還有他落款 因為他的落款 曾經有人把它整理 一串 比如說哪一年到哪一年 哪一年 那因為余宥任的字 很多人訪 那開頭是證明說 我跟你的交情 對 那我最近有兩個 駐外的一個大使 還有一個也是一個領事 他們就先後拿余宥任的字給我看 幫他鑑定 好巧 就發現兩個情況 一個是有落款 一個是沒落款的 不落款只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說 他這個寫給你的字 因為你沒有什麼社會的代表 然後你的年紀可能比他小 他只是你要來製 他送給你 對 所以他就不提了 那只要有提的 一定是有社會位置的人 是 他是什麼 某個長 或是某個什麼 官 對 就是有社會地位的人 所以如果這個字跟沒這個字 很多人會以為說 可能沒不值錢 不一定 要看人 有個朋友曾經就想跟我買這個 還有你們 對 然後他說 你這八個字 很便宜的 他說那個很多字 你看 這個那麼多字才賣多少錢 對不對 你這個跟他放在那邊 不值錢 他跟你開價多少 他開價多少 五萬塊 五萬塊 您覺得他應該 我沒有要賣 不缺錢 缺錢我就賣 但你覺得在你心中 如果給他個價錢 你覺得他應該是值多少 剛剛那個已經估對了 我覺得這個 恐怕 應該有個二十萬吧 我也覺得 因為知名度還是高 真實度也高 但不曉得是不是真的 對 我們希望他是真的 那老師看看是不是真的 有看 我仔細看過了 來幫我們便真假 來幫我們仔細地看一看 來 廖老師 在外面 余優能的字 有人就講了 一個字 幾萬塊 他寫一個字幾萬塊 我的天 那你就看上面幾個字 我還有八個字 你這個要算進去 還有八 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五個字 對 只要是他 在紙上面寫幾個字 他還有蓋章 是算一個字多少錢 那我們今天就來揭曉答案 讓魏大俠沒有白走這一趟 好不好 來 我們評估看看 請見駕 二十五萬 好看 當初沒看 每個都沒有 我猜得多 真的 我們應該這樣講 因為余優仁的字 流通非常多 那有人說他的祕書 一個姓胡的 叫胡帆 這位先生 他字寫得也跟他一樣好 很像 非常像 因為他就是交代他去寫 但是你這一副 我認為他是真雞 就余優仁的真雞 從哪裡看呢 余優仁因為他在 落這個款的時候 尤其這個魚字 對 他這個一納 運過去這個非白 然後這邊又頓比 這個地方是關鍵 余優仁他寫字 有時候會有同樣的 你看這個是不是同樣的 真的 內容是一樣的 內容一樣 可是你看 他寫得就不一樣了 不一樣對不對 天降時雨對不對 他字就更吵 有沒有 那這個字 你看我剛剛講到這個點 他那個雲又不一樣 來 你看這個地方 有沒有 這個地方他就是比較軟 有沒有 就沒有那個剛剛講那個 每一次 每一天的心情不一樣 你看這個雲的力道又不一樣 對 他就是比較 比較吵 行吵 這個他就寫得比較 稍微就是有一點 還是魚又那種風格 可是他寫起來就沒有 因為這應該叫對 對啊 四個字 他就這樣一口氣寫完 反正就是老闆交代 趕快寫 然後張 然後這個魚 你看他這個寫 這個就沒有剛剛那個 樓中帶鋼的感覺 真的耶 有差 你可以看這個 這個很短 老師 你很直前 我 我因為我的事情 你好厲害 他講得出來是為什麼 這個厲害 來 回頭再來看這個魚 看太... 看字畫 這樣就再看一次 覺得他更好看了 有沒有 這一筆下來 那肥了 力道 再回來 你有寫毛筆就知道 他這個要回筆 回筆才有這個感覺 那他就走到一邊 好了 我已經交差了 就這種感覺 真的就像魏大俠講的 跟練功一樣 誰是三角貓 誰是大師 這個就是時間的堆疊了 對不對 那今天這兩副都不錯 那接下來寶物 到底可不可以 也還可以 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好 來 剛剛字畫還 墊架出來都還不錯 對不對 好開心 但是接下來桌上這些寶物 我知道魏大俠有點緊張 因為有些是家人的收藏 對啊 有的是禮物 第一件這一個 蛙蠅 這我獨地送我的啊 不錯啊 很不錯啊 對啊 而且看起來有帶喔 這帶有帶喔 對 我有... 可以帶過 我有帶一件 是 而且我覺得 人家說難帶觀音女代佛 是 所以還不錯 您說是學生送的 送多久了 這一件 蠻久的耶 有沒有 因為我... 因為他那麼有成績 我就帶了一下這樣 是 但是你知道我練舞的 很不喜歡帶一大堆東西 對 起臉了 對啊 起臉了 我又怕人打破了 不過現在七月是常常要帶的 保護一下對不對 真的嗎 可以帶這個 藍帶觀音女代佛 要把它帶在裡面 非常好的 天地正氣 對不對 是 只是我知道魏大俠 你好像對... 手上有一些東西 但是您對這些翡翠 沒有研究對不對 這個我知道一定是很好的 因為這個是聖年師父送我的 因為我歸一聖年師父 是 對 但如果翡翠啊 或者是出寶 就不懂 對不對 學生的一個心意 但我知道您有看大群寶 這樣多多少少 還是有吸收一些知識 加減一些概念 對啊 我的學生緊張啦 是 到底價值多少 你們送一個 您覺得 再看起來 您剛剛估價都對耶 您覺得這一件 來 您試著估估看 您覺得這一件 我想說學生送我應該 不會太便宜吧 對 不會太便宜 三千 差不多一萬塊 一萬塊 如果三千的話 我幹嘛回去他要跪 回去跪 你生活不懂啊 是... 我們就來看一看 這個翡翠有個特色 您發覺有沒有 怎麼叫翡翠 它的光澤特別好 對啊 很閃亮 真的嗎 表面光澤 水頭好 表面反光的程度 不錯 是喔 對... 了解... 沒有什麼問題的 所以... 我們要不要先來試看看 我們評估看看好不好 來 有沒有心中的價位 學生送我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A貨 請見價 假如說你要找一個核從法 故意把它摸得很漂亮 專門來騙人 對...有沒有這樣的人 也有 還有一個東西永遠騙不了人 人 總算是... 一個... 這樣子 差不多是... 稍微大一點 三甲鐵 看來 哇... 今晚... 你有空來開放嗎 挑沙巴大神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 有沒有心中的價位 學生送我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A貨 請見價 三萬元 三萬元 你們學生 學生就來吧... 謝謝... 這個學生真的是...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 冰種的白匪 但是很老見 冰種的 那什麼老見呢 要看那個雕刻 那我這裡拿了一個 現代的這個雕刻 那我們可以做筆對 來看看老公跟現代公 對 但是這個是雕刻的 比較精細 那這個以前就比較早期 它比較稍微簡單一點 我放大這個照片 讓各位看一下 很快的 好... 這真的不放大是真的 你看看 這裡很多 它以前的雕法 像這種凹的地方 它都沒有再修飾過 那現在最新的這種雕法 它凹都會修飾 然後會把這個面相 會再立體一點 所以當時就沒有說 像這樣的一個模式 結論就是說 結論要講 這個翡翠它沒有瑕疵 你看一下 這麼厲害 我這個同學太成熟了 所以說 像這樣的翡翠 假如要經過 那種比較好的師父 精雕 重新修飾過的話 我可以保證 五萬塊絕對值得 為什麼這麼說呢 它修飾以後 它會很多會 採那個什麼 會放光 會起銀 然後因為它是冰種 然後再來 它那邊邊角角會那種 有閃光閃亮的感覺 所以它會 整個架子會拉高 所以現在這個原料 是很好的很不錯 然後又無瑕 其貌不養 但是在台灣現在 很多這樣的物件 在家裡 我們家裡 這個抽屜打開 有父母留下來的 或是長輩這種 傳下來愧症的 很多這種好的A貨翡 其實 您不要看它不起眼 就是說因為它工 那我這個算A貨了 對 當然是A貨 工藝比較老一點 但是其實它很好的修飾 你看看我們常常在FB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人 說這個是以前 這個是現在修好了以後 完全都是判若量差很多 好 廖老師 學到好多東西 我覺得那個李老師的臉 也要說這是以前 然後現在是修過以後 就等於是這個樣子 就是做一下淤美 那這個物件 它因為還有一點厚度 有得太薄我們就不建議了 但是它的厚度夠 然後它整個 這個佛像的坐姿 其實它的坐姿是 老的功法的坐姿 所以這個膝蓋特別的明顯 那如果說再去修飾 比較平整 比較光亮的時候 真的是很漂亮 接下來是一支 勞力士的手錶 這個據說已經... 對 跟著我好幾十年了 是 已經幾十年了 我年輕的時候 在香港買 年輕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拍過 小李飛刀了嗎 沒有啦 在香港 小李飛刀是很後面的 更後面了 那是更早期 對 那個時候 二十幾歲 三十歲 是 那時候就買了 對啊 那時候怎麼會想買 沒有 那時候香港都流行 帶勞力士 對 那我也是 口袋有錢 我拍戲拍得累得要命 就買一個自己喜歡的 對 而且這個 我喜歡什麼呢 它全部都黑的 然後連那個格 五分 十分那個都沒有 對 我覺得這個很經典 很積極 對 乾乾淨淨 簡單明瞭 那那個原箱的嗎 上面的這些鑽石 是原箱還是您後箱 這個是我加上去的 我們待會兒來講 那個時候 我那個年紀都喜歡有點鑽 是 對不對 如果原裝的話 我們很貴 買不起 我們都已經幫你照好照片了 來 我先說 你自己先承認 對 那個時候買一次多少錢 沒有賺的 我們發現十幾萬吧 十幾萬 您覺得 應該差不多十六到十八萬 對 差不多十幾萬 十六到十八萬 幾十年過去了 你覺得大概價值多少 應該有三四十萬 我覺得可能有分貝 對 廖老師 有概念 靜宜 我跟你講 這一支錶 對 早期是台灣所有的大哥 都帶這一支錶 是嗎 就是大哥 黑錶面的是不是 黑錶面的 是 然後金色的 是 然後上面沒有數字 沒有相傳 對啊 所有的大哥 以前都是賓士的 那個老的這些大哥 都是開賓士的 後來才是BMW的 所以他們一下車 就是這個錶管 會先甩一下 然後看一下時間 你這樣把手先伸出來 不是腳先跨出去 手一定要先伸出來 充滿了大哥氣勢 而且呢 已經陪您很長一段時間了 您的心頭好了 對不對 我們也來試試看 到底有沒有自估的 翻倍的價格 好 來 請見價 為什麼 第一次讓我們如此的 那這是一支 所謂的叫做 紡織的這個手錶 沒有錯的 那這裡面呢 有充斥了很多的這個 貓膩在下面 我們可以跟各位分享 好 我們給各位幾個照片 來...仔細看一看 自己已經壞到谷底 那第一個 所有的這個勞力士 那這是瑞士出產的手錶 那他早期的 那會有一個女王頭 女王頭代表什麼 他的印記打上去 代表他是18K金的 但是好像因為工藝很重要 所以很多 像那種港鄉的 或是台灣自己做的 那操不來 模糊模糊的 這余瑞瑞看到有女王 但是其實真正的原廠 是非常清楚的 然後再來 這旁邊還有一個小裂痕 就是那個金 它是用鑄模的 所以這是後來的 這後港鄉的 然後像這樣的話 假如說你是白金的錶 它有羚羊頭啊 那有時候有的 它會有聖伯納犬的這種印記 那這個是用女王頭 不過這顯然就是 一個仿製的 那再來 好 再來之後 這個您看看 這個手錶 它這個錶扣的地方 這錶扣的地方 這勞力士是一個 何等高檔的這個手錶 對啊 那這邊邊角角 這後面人家 這個都是很多什麼 很多都是車工啊 都不完整 不平整 然後有很多的 這是瑪利亞什麼的 沒有清得乾淨 是 所以說這個顯然就是一個 屬於後期 它額外再加的這個錶殼 是外來再加的 好 再來 這剛才您已經承認 這個外面的這個鑽石 你是連鑽一起鑽進去 八萬喔 對 這個鑽 這個後家的 不是之前 不是原祥的 你看這個 噴倒了 你看這個爪子 大小被嚇著 真的 這個爪子 邊邊角角都沒有整理 有沒有 這是顯然就是後家的 所以今天估這個價錢 就是這個 已經可以給面子了是吧 不是 假如 假如 在這個差不多十幾年前 它更便宜 那現在很貴 因為金暴漲 黃金暴漲 所以這個現在 我幫這個殼來賣 可以賣到八萬多塊 這差不多在八千多 所以算起來 這八萬多 對 跌一年就知道 對 差不多八千多 這個豐富真厲害 八千多 是不是很想念 對 黎師傅 黎師傅 不要不要 我將你練那豬腳 我們剛剛以前賣豬肉的 真的 那個豬腳一直抓起來 一斤二 一斤三 都不用電子餐了 對 你知道我剛剛看到 魏大俠的反應 我想有一點像喝上毒酒了 已經太軟了 真的嗎 太大了 真的 但是我讓您高興了 這麼幾十年 對啊 其實是OK的 值得啦 值得 沒關係... 我們還有紅寶石 我們把希望寄託在 這是母親留下來 對 媽媽留下來 是不是 媽媽當初是那種 很注重門面要打扮的那種 她就很喜歡買一些 亂七八糟的門 這不是亂七八糟 這麼大一顆 真的假的 這麼紅對不對 對啊 這感覺就 這不是亂七八糟 如果是藍色 就海洋之星的尺寸一樣了 那麼大 為什麼 為什麼魏大俠 覺得是亂七八糟 怎麼了 你是覺得媽媽不是那種 會花大錢買這種東西的 我是節儉的 這個沒有 我媽 後面沒有大重量 我們初步這樣一顆 一個 都二十克來 這個就二十克來 二十克來 他哪來那麼多錢 你知道二十克來 以前我 在年輕的時候看店 然後有一位中部的大佬 對 他說他們家有一個黃寶石 一個這樣子 差不多比這個稍微大一點 三甲田換來的 現在地比較值錢嗎 如果換成現在 我知道魏大俠 您覺得媽媽應該不是 會花高價買那麼大 紅寶石對不對 她覺得 她有看我們節目 是我爸有留錢給她還是幹嘛 她覺得這個不像紅寶石 可能那麼大 二十克 您覺得如果不是紅寶石 您覺得它可能是什麼 紅寶石一些什麼 就一般的一些石頭吧 還是什麼 他們叫那個什麼 告訴 對 告訴 是不是 她覺得可能是這樣 來 我們就來 評估一下就知道答案 好不好 我們來試試看 您覺得這一組 戒指加項鍊 您覺得幫媽媽估一下 您覺得應該是多少錢 兩件 兩件加起來 我們一起估 幾萬塊 五萬塊吧 五萬塊 我們試試看好不好 來 請見價 兩千元 港幣嗎 台幣 對 那要跟各位報告 這是什麼 媽都是隨便買 不可能 我們昨天職訊中心 我在職訊中心上課 才講 教這個寶石而已 真的喔 那它是什麼呢 它是紅寶石 的確是 它是合成的紅寶石 這寶石的分類裡面 有分到 合成寶石 合成是不是假的 合成我待會兒跟您解釋 人造寶石 跟寶石的仿冒品 大概分這四類的 那天然寶石 就是天然地裡面挖出來 沒有經過任何的 物理化學處理的 我們稱為天然寶石 像這樣的一個紅寶石 那合成紅寶石就是 跟自然界這個寶石 是一模一樣的 化學成分 物理性質都一樣 只是在內含物不同而已 在合成 在實驗室中製作的 那人造是自然界沒有這個東西 我們去創造出來 像蘇聯傳 那仿冒品當然就是 比較便宜的寶石 去仿冒比較貴的寶石 好 那這就是所謂 實驗室中製作的 那原來它的做出來是怎樣 它是火油 叫火熔法 有些叫火焰法 它做出來是這樣的一個晶體 然後再去給它切割 琢磨出來 就像這樣一個紅寶石 這以前呢 稱為叫做瑞士紅寶石 好像很多家裡都會有的 或多或少都會有 您到金店去買 買了黃金 上面想的就是這個東西 那就是Ruby 合成的紅寶石 那最主要 每次上課的同學 一定會知道 我們怎麼如何 就把這個跟分辨 像這麼貴重的紅寶石的差距 像這樣一個要三百多萬 那這樣的一個 它只有一兩千塊錢 那現在目前在網路上 常常有人拿這個 來告訴你說 這是紅寶石 怎樣怎樣 然後這個投資啊 什麼在緬甸啊什麼 要小心 絕對沒有這麼好的事情 這麼大一個紅寶石 只拿你幾萬塊錢 天下沒有這麼 它來賺就好了 還能給你 好 那結論我們來 顯微信下面看看 它到底怎麼回事 對 你說內含物不一樣 我們來看 首先第一個 因為它是很便宜的寶石 它很多啊 碰碰撞撞了 所以說 它在切割 你看這個切割 零線啊 還有這個切割的 這角度的 任意的隨便拋一拋 這是一個邏輯問題 我已經看見了 假如說你要找一個核從網 故意把它摸得很漂亮 專門來騙人 有沒有這樣的人 也有 也有 但是那就更倒楣 遇到那種專家高手 但是呢 還有一個東西 永遠騙不了人的 就是它說inclusion 內含物 那我們看到內含物 在這樣的紅寶石裡面呢 它有什麼 它有很明顯的 彎曲的生長紋 那天然的紅寶石 它有什麼內含物呢 我們看一下 有這種晶體啦 有各種不同的表現 我們就可以做比對 所以我們上課的時候 常常都是有兩台行為鏡 然後一個真的 一個假的 然後互相一直比對 慢慢的練習 明白 但是呢 帶這個東西 有沒有關係 不會有事情 它也很漂亮啊 對啊 然後也符合您的這個 服飾啊 標準 我覺得也無可厚非啦 但是呢 您不要花很多的錢 誤認為說 這是一個新的東西 我告訴你一個財路 我們一起來做這個生意 現在就是流行這個 因為有人會找 這個 講到賣這種什麼寶石 然後還隱隱約的 語帶很隱晦的跟你講說 那個 那個鯉鑑定師 那個料設計師 那個賴鑑定師 他們也有股份喔 自己說 都沒有 沒有這種事情 不對就是不對 還有那個主持人 他還是大股東 對 我絕對沒有參與 這個喔 這個真的是要請各位 千萬小心 現在詐騙很多很多 還是要當心囉 好不好 接下來今天這最後一件 沒有關係 前面媽媽的收拾 有時候你知道老人家其實 他們不是很願意 就像你猜想的 不是很願意花很多錢 去買這些東西嘛 對不對 那最後這一件 其實喔 剛剛看到那個大俠 心裡一陣震撼 不是對你啦 對你的福 那些福如果是老的 因為這樣被XXX加持以後 它又不一樣 也是個加分加分再加分 今晚 今晚你有空來開房嗎 今晚你有空來開房嗎 我們都在挑加把大神APP 一起開房插花胖胖虎 等你喔 那最後這一件 因為茶壺我們就要 好好來看一下 請池老師來看一下 我們的茶壺專家 說到壺 哇 池老師 其實我剛剛看到那個大俠 心裡一陣震撼 不是對你啦 對你的壺 是 為什麼 因為你的壺 有上郵票 對 做成郵票 因為我是參加那個 那個什麼 到那個福建 他們有辦一個茶會 對 然後裡面就有這個 那這個壺的用的原料 我們一般叫做 本山綠泥 又叫團泥 那這個團泥呢 我們一般市場上所流行的用語 叫斷泥 那你知道嗎 北京故宮 現在留下來這樣的壺 用斷泥做原料的 這樣的壺 大概有三分之二 就是說兩百把裡面 它佔了一百多把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這個泥很特別 它看起來好像是黃的 可是它圓框 很多人可能沒看過 來 給你看一下 長這樣 比較淺 好 你以為是這樣 其實是這個才對 本山綠泥 用這個磨細 又把它燒出來 所以這個原料非常的稀有 所以你這把壺很有趣 它做的是一個方 是圓 那這個方看起來又很像 我們講的獄蟲 獄的蟲 所以我看到照片的時候 我嚇一跳說 這個給黃氏用的 但後來發現說不是 是現在人去做 而且在郵票上面有 我記得它下面有一個款 有一個款 它這個款 它寫的是一個藝術公司 中國郵政專題郵票 也就是說這支壺做完以後 它有印個郵票 那其實郵票在台灣 做壺也有發行過 中國郵政也有用 郵票上面用的壺 那你要知道 那些壺如果是老的 因為這樣被郵票加持以後 那又不一樣 那如果是新的陶藝家做的 變成郵票 那也是不一樣 也是就加分 加分再加分 所以你這把壺 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身分 還有我們剛剛講 泥料的特殊性 所以讓人家覺得很震撼 這把壺應該是 你的很好的朋友 拿來給你的 沒有 我去參加那個 他就送給你 參加那個茶會是不是 茶會 它一個活動 是 好像就是總統級的這種禮物 是 那他就送了一個給我 對啊 送給我的 所以 我這邊也帶了一個 你像總統級 這個就是 以前 泰國皇室定的 這是真的總統級的 你看它裡面有共局 有沒有 來 我讓導播拍一下 共局 有沒有 共局 共局是當時宜星 接受拉馬五世定的 那因為這個壺是皇室定的 所以宜星其實是沒有官窯 但是他就故意把它寫共局 就表示說這個很尊貴 對 那這兩個比起來 你看它顏色哪裡不一樣 不太一樣 哪裡不一樣 它有點發紅 它的顏色 我們講的斷泥 剛剛看到這個斷泥 因為它有粗跟細 礦坑裡面 由上到下 嫩度不一樣 顏色也會不一樣 對 這個好嫩 這很細 那你手摸摸看 它就像皮膚一樣 對啊 那你再摸摸看這個 有沒有 有點不一樣 對 這個很粗曠 對 那因為泥料跟選項 還有它做的效果不一樣 對 這叫提涼壺 那這個壺它的造型比較 我們剛剛講育蟲 它是中國的 這兩個不一樣的風格 但是它用的這個土 所以也跟喜歡收宜星壺的朋友 說一下就是說 當你如果這個土在這邊 你以為這個就是斷泥 顏色是這樣 那表示你還需要研究 斷泥顏色是這樣 這個是豬泥 它燒出來是紅色的 這招出來是黃色的 米黃色的 那當然顏色不一樣 它是礦 它這裡面有些是跟紫砂 跟紅泥一起共生 那燒出來顏色就不一樣 所以它這個裡面 你可以看到它還有一顆一顆的 看到沒有 對啊 有沒有 它有這個 有點對不對 那這個也是有點 它是什麼作用 你看到沒有 這表示它的礦物成分有不一樣 這叫塑料 塑料 塑料 那塑料有些是用燒八百度 再混了一起去做 那有些是它本來在這個礦裡面就有 所以這個壺很有它的風格 而且現在人養壺 這種壺很難養 養不亮 不好養 它這也會晃 那個晃沒有關係 因為以前人作壺 它不去講究這個蜜耳朵 要蜜耳朵很簡單 它這個你看 注意看這裡 它這個用金剛砂磨過 有沒有看到這裡 比較淺 這比較深 它有磨過 磨過以後它就落住了 以前作壺不會磨它 是因為不需要 因為它要的是泥料 是 所以其實這把壺也還滿講究的 它有做十二把 對 我就選了這個 它讓你選 我覺得方有圓這樣 對 這樣一個茶會 一個禮物 然後也很會選 你覺得這一個現在應該價值多少 因為這是幾年前去福州那裡 參加茶會的贈品 這新的 對 老實看來講說新的做的 是 沒錯 所以您覺得 兩萬人民幣吧 兩萬人民幣 十萬塊台幣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機會呢 今天就最後一件 我們前面雖然有一點 這兩件我們不是那麼的如意 但今天這最後一件 我們也來試試看 您對茶壺的了解 到底是不是正確好不好 好 請見價 十五萬 這個禮物真的很不錯 恭喜 恭喜一次 為什麼有這個價格 很不錯 我們先看一下油票 中華郵政也出過 這挺有趣 你看這個是陳曼生的 剛剛講的 然後這個朱泥湖 這個我們講梨皮的 那陳明遠的這一把 這個在上海博館 素材山有 這素材山很有趣 台灣以前有個收藏家 他說號稱全世界只有一把 然後後來就變成油票出來了 結果在香港茶俊湖館 又出現 佛貴祥先生收藏又一把 而且那一把用的泥料 跟這個是一樣 所以這把湖 建議你可以 可以適當的用它 可以養 養一下 養它的光澤不會變得很亮 但是就不會 那麼乾 這個粗的感覺會沒那麼乾 對 沒有錯 會養 那像這把湖呢 你看它泥掉 這樣摸的時候你就知道 粗細 我自己有養過一次 覺得好麻煩 也沒時間 割著吧 我應該給我的朋友 他常常泡茶的 我就提供他 我記得 對不對 他每天喝泡 幫你養 對啊 幫我養 所以我發現今天看了 那麼多魏大俠的收藏 謝謝 我發現您還真的比較適合 大俠家中擺設的 比如像茶湖 有沒有 比如像翡翠 像字畫 今天真的都很不錯 但是我還是要非常感謝 魏大俠抽空前來 然後跟我們分享 那麼多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也都非常期待 您下次可以再度光臨 謝謝魏大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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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